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加坡虽是最大受惠国 但总理李显荣却罕见在公开场合 以强硬态度回复牵动国际政治敏感神经 美商高盛统计光是2019年7月到10月份 就有高达40亿美元的银行存款 从香港流向新加坡 这种状况当会加速 当过去跑的是大咖 那现在会有一些中小的 大家也会想到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新加坡位居全球前十大最具竞争历程式 东斜榜首 为提升当地经济枢纽地位 新加坡政府近年持续推动当地基础建设 并以发展高科技自动化服务为发展重点 像是在张仪机场新航下设立自动化服务 从报道 行李托运 海关到安全检查 全部自动化办理 其他像是设立无人餐厅 只要逼一下处置卡 各国美食再加热三分钟后 就可透过这个柜台送到你的眼前 政府带头带动民间企业投资热络 同期今年一到九月 新加坡金融科技业吸引了7.35亿美元涌入 较去年同期增加七成 知名科技集团也纷纷进驻当地 设立亚太企业总部 包括了脸书 网飞 领英 戴森等等 都落脚于此 台湾如果以投资金额来看 则以电子业占最大宗 像是联电 东源电机等大厂都坐落于此 三月份台湾半导体大厂世界先进 更通过一个三亿美元 换算新台币90亿的增值案 并购新加坡当地的金元厂 它跟全世界签最多这个FTA 当然我说签 这个FTA的涵盖里面是最广 不是说你去那边设个公司 就可以享受这个FTA的 这个税务的优惠 你必须食指在那边有这个制造 并且达到这些的要求 那所以你必须以全球为市场 你就可以享受新加坡作为一个 全球发展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地位 台商师志龙深耕新加坡数十年 事业版图获及全球 主要做单品原料 举凡国际大品牌像是Kogak 牙膏 联合力华 剑牌口香糖等等 都是他的下游客户 他透露在新加坡经商进入门槛低 但面对国际高度竞争 要成功非常不容易 成功经营秘诀 就是建立最有效率的市场外交策略 你真的要Cost down 比如说在东亚亚的市场 价格是比较近深的 那我这些货就从中国大陆的昆山 有运到香港跟东亚亚这些国家 那到美国到韩国的 我必须以新加坡作为一个生产的基地 拥有开放市场良好法规条件 和外在大环境因素影响 吸引外资蜂拥抢进新加坡 但面对国际高强度竞争 要在当地生存 就得有长期的经营策略 欢迎新闻杨阁叶思敏台北采访报道